OK 大家好 我是 Ty 啦 今天我終於要來跟大家介紹這一支 萬眾矚目的 Samsung Galaxy Z Flip 3 5G 看韓最的人應該通通都有注意到這一支厲害的手機 因為現在 Samsung 它就是遮疊手機的霸主 今年推出的這個 Z Flip 還有另外一支 Z Fold 昨天蓋地在所有韓最裡面都有出現 在我剛拿到這支手機那一天 我才剛發現是動態 說我拿到這支手機 我連用都還沒有開始用 就有超多人資訊問我說好用嗎 我就回說 我才剛拿到手機我還沒開好嗎 這件事情就是有讓我更覺得 Oh my god 原來我現在是潮流尖端嗎 我跟你說一用之後 真的發現現在Fashion Girl 你一定要有這支手機 因為這支手機真的太好玩了 其實摺疊手機早就已經問世了 可是一開始就是沒有那麼普及 因為你知道大家就是對於新潮事務 一定是會先保觀望態度 我只有在三星的活動有玩過 但是我並沒有真的實際接觸過 但這一次的這個Z Flip 3 5G 它已經是更新一代的 Z Flip 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適合你追求大螢幕 可是你又希望可以攜帶輕巧方便 像我有時候出門帶的包包都小垃圾 手機如果太大真的就是會佔我的空間 不然就是我放在口袋裡面 我有一條非常心愛的卡其庫 它本身就是有點合 然後隨著這個手機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之後呢 有一次就是那個手機這樣放在裡面 然後就是因為手機實在太大了 然後不可能也變大了 結果我的褲子就被撐破了 手機的腳腳就這樣跑出去了 唉 我真的是萬分心痛 然後就知道把那褲子丟掉了 可是你知道就現在大家真的很矛盾 就是在追求螢幕越來越大 卻又同時希望體積可以越來越小 我跟你講這支手機做到了 它螢幕有這麼大 可是你摺起來的時候 它就只有這樣 我放在口袋裡面 你們沒有感覺吧 我來放在這個口袋裡面 沒有感覺吧 所以它的體積縮小之後 整個對於生活的便利性來講是很高的 而且因為它這樣摺起來 你們知道還有一個什麼好處嗎 就是螢幕 我們最怕什麼 摔下去然後螢幕破掉 你這樣子摺起來 受損的基本上就不會是你的螢幕 就這件事情也很讚 然後再來我們講到它上面這個封面的 這個1.9吋的螢幕 因為它螢幕變大 所以它能做的事情就比原本更多了 就是你這樣快點兩下之後呢 它就會叫勤 然後呢你往右滑 它會是一些你的快捷 例如計時啊 或者是想播個音樂 我這樣子就可以弄 然後如果這時候人家電話打來 它也可以直接接起來 只是說因為外面這裡是沒有那個 講電話的地方 所以呢你如果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接聽電話它會是擴音 但是如果你搭配你的那個耳機 你直接按下去就可以接起來 它就會直接用你的耳機 讓你可以講電話 你不需要打開 然後這樣子講電話 也非常方便 不只這樣子哦 你往左邊滑呢 它就會有一些提醒事項 就可以看一下說 誒目前有什麼訊息要更新的 或是什麼可以看的 然後你從上往下滑 就可以調手機的音量 或者是把它調成靜音 或者是手機的亮暗度 還可以使用行動支付 像三松配或者是悠遊卡的功能 不用打開手機 就已經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還沒完 還可以拍照 這樣拿著的時候 你按這個電源鍵兩下 相機就會直接開啟 你就可以自拍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隨手自拍一張 還沒哦 你往上下滑 它還可以變成廣角跟靜靜 而且哦 還可以左滑 相機 再滑 影片 就直接錄影 現在發生一些很好笑的情況 立刻錄影 我就這樣按按兩下 我手機都不用打開 我就可以直接開始做這件事情 非常快捷 非常方便 你一支手機還沒有打開之前 你就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再來就是打開 折痕的部分應該是最多人介意的 我自己覺得在螢幕全黑的情況下 折痕是看得到的 可是 只要你有撥東西的時候 它的折痕是不影響視覺上使用 而且雖然摸是摸得到那條折痕 但是你看的時候 它已經幾乎是完全平面 以我之前對折疊手機的印象 這個折痕的部分是已經有被改善 目前好像也沒有任何的手機 可以做到沒有折痕 所以這個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尤其是它不太影響我視覺的使用 再來就是 我覺得可以介紹一個 來結合前螢幕後螢幕的功能 就是呢 我要拍照的時候 我打開我的相機 上面這裡有一個小視窗 你給它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開啟前鏡頭 就可以預覽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經常有沒有 各位男友們 或者是各位朋友們 在拍你的女友 或是你的網美朋友 他們在拍的時候 是不是常常就說 喔 你把我拍好醜喔 因為我們還是想要用這個 後鏡頭的最高畫素來拍照嘛 在這個情況下 被拍的人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此刻的狀況如何 你就打開這個讓它預覽 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臉 現在角度喔 瀏海有沒有虛掉啊 或者是臉上我們哪裡有瑕疵 或是他現在做這個表情 或這個動作會不會看起來很胖 也奇怪 像我啦 我本人其實就是很難搞的那個人 我老公真的是有被這個福音拯救 因為我老公經常拍完 我就說 你怎麼都沒有注意到我這樣看起來很胖 他就說還好吧 我就說 沒有 真的不好看 但有了這個功能之後 他以後再拍我 可以同步看到我自己在畫面裡面的樣子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非常方便 再來再來 它可以折疊 而且是無段式折疊 他不會這樣卡卡卡卡 你知道有些東西他只能折個一段兩段三段 NO 無段式就是你可以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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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呢是你在拍照的時候 原本拍照是這樣 你只要一折 它就會自動跑到上面去 讓你可以更好的操作下面的畫面 然後呢 好拿 有時候你要拍一個東西 可是你可能要拍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的手就會卡住 有時候你要拍高一點 你可能人就要這樣 就是你要拍各種角度 你的手其實是會有一個死角的 那這時候很簡單你就折 你要拍那麼高也可以 然後拍這麼高 萬一你看不到怎麼辦 你就把前螢幕點開 你就可以看到你現在拍天空 雲 你要拍水平線 或者是這樣子也可以 不會說你要這樣子拿的時候 我們的手腕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卡住的死角 我們這樣子拿 非常方便 我要到90度 就這樣 很輕鬆 這個真的用了就回不去了 錄影的時候更方便 錄影的時候就會很像你在拿 傳統的V8拍片 你看錄的時候你這樣子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有經驗 就是你們在錄東西的時候 我們以前都要這樣嘛 因為手機越來越大 我們的手兩隻這樣夾著 很容易一個不小心就 掉下去 但是你從這樣子之後呢 你就這樣 超級安全 絕對不會掉 然後你的手又很順 不會卡卡的 同時呢 你在錄的時候呢 你又可以讓人家看到 他自己在畫面裡面是什麼樣子 這在錄影片 錄Vlog 錄訪談 都超級方便 再來就是因為他可以折疊 所以他等於就是 完全取代了腳架功能 我剛剛不是說嗎 今年就是最流行小廢包 各式各樣各大品牌 他們通通都有出那種小廢包 你那個包包那麼小 就像手機前包鑰匙你就已經買了 你怎麼可能再帶一個腳架出門 帶腳架出門也太麻煩了吧 手機就是腳架 隨便找一個地方放著 這個角度也可以 這個角度也可以 你要放低一點 然後角度再傾斜高一點 拍成超級恨天大腸腿也可以 用前鏡頭拍 然後在背後視窗瀏覽也可以 而且因為它是無段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 操作上完全沒有任何的限制 用過腳架的人應該就知道 腳架它有時候就是 還是會有一個角度上的限制 除非買那種很厲害 很優雅的腳架 它可以很順暢 拍出一些必要的角度 但是通常比較便宜的 尤其是手機腳架 它小巧 但它能調的角度 有時候就會很有限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一支手機 你可以省去帶腳架出門 這一件事情是非常吸引我 尤其我現在包包越來越小 我甚至有時候都不帶包包出門 可以不要帶腳架真的太棒了 不然我永遠出門都會忘記帶腳架 每次要拍照就這樣 找了這裡有個花盆 然後就開始這樣在那邊瞧瞧肚 然後就這樣滑掉 真的是氣死欸 這種經驗我們真的不要再有了 你就想想看 你剛好今天下午的必修課休息 你終於可以去那一間 每次假日都排到爆掉的咖啡廳 結果你一去到那邊去 你發現你忘了帶腳架 怎麼辦 你終於到那間餐廳 然後眼看著你光 剛好照在你的位置上極美 你此刻就想要拍一張出拍照 就把它把它拍 這時候你這支手機 它根本就解釋你這個問題了 你就直接這樣放著 而且呢 再講一個大家很讚 但這個東西其實已經是三星的老技術了 就是比五自拍 對著鏡頭比五 它感應到有五之後 你就可以收下來 然後擺你要的pose 超級方便 簡直不能再更方便 然後這個除了拍照以外呢 還有就是你可能在跟閨蜜視訊 可是你想要做其他事情 那這時候你也不需要腳架 你就是放著 你就繼續擦你的指甲 保養你的臉 完全不用腳摘 很方便 就是讓我覺得說 摺疊手機 它並不是只有追求一個摺疊的這個苦學 因為以前的摺疊手機 就是只有關起來跟打開嘛 現在隨著科技的發展 這個摺疊的 每一個摺疊 每一個角度都是有異議的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是 自動取景攝影 它這個功能其實就是很智慧啦 就是你擺摺的時候呢 它可能會偵測到說 欸你現在畫面裡面有多少人 隨著你的人可能越來越多 它會自己建議你一個更好的 可能有時候人真的太多 它就自己變成廣角 算是團體出遊一個非常棒的姿勢 再也沒有人要被犧牲 然後呢因為它的摺疊螢幕只要一摺 它的螢幕就會自動很上下兩塊 假設我現在在看一個歷史按鍵好了 然後它裡面講了一個專有名詞 或是講了一個我很有興趣的地方 然後我說欸這是什麼 我就從右邊拉出來這個畫面之後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些什麼 相機啊相簿啊 Google Chrome 你把Google Chrome長按 然後拖過來 放下去之後 它就會出現在你的下面這一塊 我就可以邊搜尋 但是影片繼續跑 不會因為說我要跳出去搜尋這個東西 然後就中斷我的影片 然後呢在這個實用性方面呢 我覺得它這次也做了蠻多的升級 這一次的防水等級 已經來到了IPX8 那這個設計呢 就讓你可能在雨天的時候 就是突然下起金門大雨 你就是要講電話 你也不需要害怕 你就是可以繼續的講電話 不會因為淋到雨 然後手機壞掉 或者是呢不小心被水潑到啊 掉到水裡面呢 你拿起來洗什麼這個都是OK的 讓你的手機再使用起來 你會更無所畏懼 然後呢 它的這個開盒蓋呢 可以達到20萬次 更加的耐用 不用擔心說 摺疊手機會不會螢幕變得很爛 目前呢它的實測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後呢 它這個手機呢 都有一年的保固 所以呢 你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 你是可以更大膽的去使用它 就是不用害怕 你的手機很容易壞掉這樣子 好的以上呢 就是我歸納了這支 Galaxy Z Flip 3 5G 特別想要推薦給大家的點 因為這支手機 目前真的是 我用最近手機以來 就是詢問度最高的一支 在我還沒有開始用它 就已經超多人在問我這支手機 到底好不好用 甚至我已經有身邊非常多人 都已經決定要下訂要買它了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喜歡 輕便 方便 螢幕要大 拍照要好看的人 你真的非常適合入手這支手機 我相信在各個韓劇裡面 你都已經看到那些女主角 怎麼示範那些手機 怎麼使用了 然後呢 它的顏色也都非常好看 我目前自己的話 是喜歡這種紫色 我最近因為三星的關係 我現在變成紫色人 因為我覺得紫色是一個 很乾的顏色 那麼9月10號到10月31號 會有開賣的旗艦禮遇 首先就是最甜的價錢的部分 大家也知道 折疊這個科技呢 它是不便宜的 所以折疊手機 剛剛問世的時候 價錢是比較高 但現在呢 它居然迎來了降價 在這世界上 所有手機都在漲價的時代呢 它降價 現在這種旗艦折疊手機 最低居然只要30888 跟原本的其他手機的價錢是一樣 但是卻是一個最新科技 我覺得超級值得入手 然後再來是三星智慧館 現在又有舊換星 最高呢 可以折到萬元的回饋 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舊手機 你也不用害怕說 你現在換手機會不滑 因為它可以直接折價給你 然後最後就有一個最酷的 薪金免費使用計畫 就是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11月27號 你呢 可以線上預約7日的體驗 只要繳付一個定金 你就可以得到旗艦手機 手錶以及耳機 體驗這三樣東西 串連在一起的更智慧生活 那麼詳細的這活動辦法呢 我都先在下面的資訊欄 以及更多關於手機開賣的優惠好禮 我也通通都喜歡資訊欄 有興趣的人 你們一定要去體驗一下 這支手機好不好 尤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它們的免費使用的活動 你試看看 我跟你講 你一度有可能會愛上它 然後大大的入客 但是一個大折絕加的時代 我們就一起折出我們的未來吧 好K-5的所有哭啊 好啦 喜歡這影片的方式 留言 按讚 分享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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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記不記得我之前有分享過那個 就我一對情侶朋友吵架 其中一個就是要報警的時候 他的男友把他手機搶過來 然後把他手機折成瞎妖形狀 就是這樣 就你以後掛掉電話就不是 嗯 掛掉電話 而是 我們跟他講啦 你知道就是 有氣勢 對 當下 把玩家 下機 對 對 嘻 你知道 始終 點 無 häng